为何罗志祥会选择烟影大又不务正业还整容的拜金女当女朋友?当知道她的背景后大家都静了。 亚洲舞王罗志祥今年已经36岁。 一直为透露自己的感情状况,粉丝亦表达出十足的关心。 小猪罗志祥曾在2015年被媒体拍到,与网络红人周扬轻力迁移后下台上海某饭店。 男方更连续两晚在女方房间过夜,而她也承认了这段恋情。 不过,小猪微博评论下,却有一大批心碎成渣的女粉丝,高呼要粉转路人。 显然是对这位女主人表示不满。 这位网红女友乍看可是外貌,身材极好的。 英酷4Angela Baby还有百号小Angela Baby,网络人气旺的叫人眼红,微博粉丝超过90万人。 为何交个网红女友就那么不被人待见? 这位周扬轻到底是何方神圣,她的吊粉威力是有多大? 有媒体爆出小猪罗志祥和网红周扬青在酒店密会。 从保光照片中,可以看到周扬青先驱车抵达室内。 在街边待坐十来分钟,一边看手机一边猛抽烟,再接到一条信息后便上车前往某酒店。 而夜间工作收攀的小猪也入住了该酒店。 原本两人并非一个房间,但罗志祥稍事休息便前往周扬青房间。 在那里度过一个晚上,隔天晚上她再次进入周扬青房间,也是一夜未归。 发话来得太突然,网络简直炸了。 在这时事,小猪就很慢地挺身而出发博。 是的,谢谢大家。 老师们也辛苦了。 但我还是会努力做好我的工作的。 请记得每周日晚,准时收看,极限挑战。 有网友将此微博解读位。 是的,我女朋友就是她,谢谢偷拍曝光的XX老师,你真是辛苦了。 虽然恋爱了,我还是会努力工作的。 其实早在2011年,网友就发出过小猪小号与网红周扬青大赤度调情内容。 不过当时罗志祥的经纪人怒斥网友造谣。 此前已有网友质疑罗志祥与周扬青暧昧不清。 因为两人不仅常在Instagram上传相同的服装、项链, 还经常传了姿势一模一样的照片。 只不过双方一直都未承认恋情, 支撑两人是单纯的朋友关系。 后来二人穿行李装一同游日本又被拍到。 据说当时罗妈妈也在场,家长都见了。 小猪给句钱粹话吧。网红周扬青是谁? 好你黑料不少哦。 网红周扬青究竟是谁? 为何让女粉丝心碎一地? 先不论她的来头,就只说在流出的视频中边冲烟边等人就让粉丝失望。 大汉找个烟也那么大的好吗? 然而扒过之后,就发现周扬青背景不容小觑。 周扬青1988年出生于北京,与小猪年龄相差9岁。 意外貌,身材娇豪且酷似Anjala Baby,而被称为小Anjala Baby。 目前她在网络上人气很旺,光微博粉丝就超过90万人。 随着她与小猪飞文恋情的曝光,她的旧照也遭到网友启底,被指整过容。 从网上爆出的疑似周扬青整容前的照片中可见。 杨青体型较跑,脸大如饼,五官平淡吐气。 是个颜值中等偏下的胖妞,与现在的美艳模样简直相差9条街。 周扬青自己有淘宝店,在社交平台上也拥有超高人气。 同时她还时常在微博中晒出自己的各种名牌服饰,各种昂贵的化妆品。 就单单从网友推测她整容的次数来看,非富二代难以承受。 因为持续整容可价格不菲,非一般人可以负担得起。 果然,万能的八卦网友爆出。 周扬青的父亲是某大型国企的老总,周扬青早期也是中途辍学。 后被父母送知英国读书,但具体真相目前也不得而知。 这么说来,一个小天王,一个白富美,二人练行还真是门当裤兑。 然而小猪的粉丝们不买账啊。 不同于别的艺人公开恋情时,微博下数万评论都是祝福。 小猪微博下面,评论都是些什么鬼啊? 本以为你会找个有品味高素质自然的女孩。 然后我们粉丝给你真心的祝福。 但!看完视频心死了。 你之前澄清我也相信了,没想到现实是裸裸的甩得我们一巴掌。 真心祝福实在说不出口,只希望你好好的,别再伤粉丝们的心。 这么多年里,这是你最瞎的一次。 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你偏偏找个爱抽烟,拜金的整容怪。 虽然不喜欢他,但我还是喜欢你。 没办法,谁让我喜欢你七年了呢? 更有操碎心的粉丝到罗妈妈微博留言。 你怎么能把自己的宝贝儿子交给那个不务正业的女人呢? 一看就是个败家子。 为什么关注了罗那么久以来,等来的却是这种货色。 罗阿姨,你儿子的女朋友你满意吗? 反正我是不喜欢那种女人来侮辱了我家祥祥。 所以,小猪听明白了吗? 粉丝苦口婆心一番,还是希望你要谨慎抉择呀。 罗志祥,1979年7月30日,台湾男歌手,主持人,男演员,阿美族人,外号小猪。 1996年,以团体四大天王设分店。 出道,后与欧汉声组成罗密欧,接散后转型为综艺节目主持人。 2003年,推出个人专辑,唱片总销量在亚洲逾700万张,并连续四年获得台湾销售总冠军,2010-2013年。 2006年,在台北自创品牌Stage,并在上海、香港、北京、武汉、南宁和新加坡等不同城市开设分店。